哟,好久不见,你好像圆了不少嘛 不像我,天天喝奶茶,顿顿吃烤鸭 昨天一撑,还瘦了五斤 唉,想增个肥也太难了 但你气色挺好的呀,面色红润,硬糖发亮 是不是涂了腮红和高光 没有啊,我存素颜的 不过刚刚走在路上还有好几个人跑过来问我 是不是那个心缘结衣,真是莫名其妙 不化妆也挺好的,做好护肤就行了 只有我觉得护肤什么都太麻烦了嘛 我平常都只用露水洗洗脸的 不过我先生那个铁纸呢 非要给我买什么蜡梅SK-1 仓库里还有几百箱没用完 拿来泡脚倒是挺舒服的 那你皮肤这么好,平常都怎么保养的呀 我皮肤哪里好了 不就是肤色白不长痘,没皱纹还有光泽吗 也就那样了 不过要说保养嘛 定期非国外做全身护肤算不算 毕竟嘛,机场建在院子里也就这点好处了 什么护肤值得这么大费周章呀 当然是上次和你说过的那家啦 在我们圈子里最火的网红会所 至少提前192个月才能预约得上 不过啊,像我这种SVIP 都是可以直接安排的啦 这么受欢迎,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他家的所有产品都是皇室专供 用料奢侈,工序复杂 但说这预盐和磨砂膏就要把细盐和五种特殊香料放在一起 用小火慢烘三七一十二分钟 翻动23642次 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盐是黑色的 因为我家平常都是米其林三十型大厨掌勺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普通的盐呢 听起来真不错,我回去也用这个配方试试 重点倒不是配方,我喜欢来这家店做护理 主要是因为他们服务态度好 而且手法专业,将调制好的香料均匀抹遍全身 力道必须恰到好处 才能由内而外地照顾到每一寸肌肤 特别是像我这种先天性的敏感肌巴 力度稍微大点就受不了 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发现全身轻一块紫一块的 你猜怎么着 一辈子底下有一颗豌豆 那倒不是 我让家里的两百多个女仆 在五百平米的大床上翻找了几天之后 终于在第47张床垫底下找出了一粒芝麻 敏感肌是这样的 所以啊,像我这种吹弹可破的皮肤 万万不能用手直接触碰 我一般都让他们把产品均匀撒上 然后再轻轻拍匀就行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 做完这些以后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使香料的味道充分浸透全身 本来我是打算睡一觉的 可是没想到 发生了什么事 上次和我先生在SKP逛街的时候 看中了一款项链 明明没有告诉他 谁知道他把那所有的项链都买下来 编成了一条 这就给我送了过来 还非要为我亲手戴上 哇,看起来好独特呀 这下觉也睡不成了 干脆就练练瑜伽好了 这个动作好像难度很高啊 是的,这个体式的全名叫挂机 通过保持挂机状态 可以舒展全身 淡化细纹 加快血液循环 以达到天鹅井的效果 挂机了三个小时以后 身上出了不少汗 可以沐浴更衣 准备接下来的项目了 接下来是什么项目 说白了就是敷个面膜嘛 不过我也真是搞不懂 为什么连面膜都得现场调制 可能这就是贵族护理吧 这个面膜颜色怎么这么粉呢 那是因为加了82年的大红热醋 还有什么麦芽糖 玉米淀粉和蛋清 虽然价格不菲 但提亮肤色的效果可是很突出的 说起来这个面膜也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干透 等待的过程未免有些无聊 我就画了幅画法的网上 结果他们都叫我太太 还说我不去当画家 就是艺术界的重大损失 这就是艺术吗 在艺术的海洋里遨游了好几个小时 面膜也差不多干透了 我打算泡个温泉放松一下 这座护理的地方还能泡温泉 是啊小温泉也就2678254平方米吧 不过俗话说的好浓缩就是精华嘛 这儿的温泉一滴水都不掺 用的可都是99.99%浓度的高级精油 把精油加热到160摄氏度以后 先把热乎乎的精油往上上浇一些 有助于打开毛孔 然后再慢慢泡进去 经高温加热后 精油的香气全部被激发出来 宛若一双无形的大手 温柔而缓慢地将我包裹起来 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已经到达了机身巅峰 泡完以后皮肤透亮有光泽 再顺便晒个日光雨 就能get现在最流行的小麦肤色 让我不由得想起在夏威夷海滩度假的日子 真是朴素的生活方式呀 确实是这样 不过要我说啊 用美黑的话还有更好的方法 什么方法呀 首先在敷面膜的时候 也要均匀涂满全身 这样面膜不会很难干透吗 这时候就需要用专业的机器 加强空气对流 帮助风干了 哦 这个我知道 吹风机是吧 等面膜干透了以后 也要使用专门的美黑设备 温度设置成180度 全程使用热风功能 循环加热30分钟 这样既能改变肤色 又不会伤害到皮肤 完美的古铜色肌肤 依旧嫩的能掐出水 这才是最上流的美黑方式 等等 你为什么这么熟练 难道你也是那的SVIP吗 那倒不是 我就说嘛 这种高档的会所 一般人也是弄不到资格的 我记性不太好 名下的产业又太多 要不是你今天这么一说 我差点都忘了 这是我的家族企业了呢 高人尽在我身边